怎么会是我 不会的 这不可能 怎么会是我 怎么会是我 音声 我求你 不要告诉我老公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 这一切 真的都太突然了 你别太激动 现在最重要的 是和你的家里人商量 什么时候手术 周晏 张副市长 请宿老公施展 周晏 张副市长 请宿老公施展 秀真 秀真你怎么哭了 是不是他欺负你了 我们分开吧 分开 什么分开啊 我的意思是 我们离婚 离婚 秀真 秀真你说什么呢 你看民意出来 你就跟我说离婚 是不是他跟你说了什么 是不是叶医生跟你说了什么 你告诉我 够了 不行啊 我一定要问叶医生 看看他到底跟你说了什么 先生 你干吗 我找叶医生 不行先生 你不能进去 什么不好意思啊 你不能进去先生 我刚看了病就跟他说句话 找出情况 你老婆跑了 你还不去追 秀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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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主任 这秀真的情况比较特殊 因为他的利益价比较少 所以掩盖出了真实的病情 你说秀真是 他一再交代 不要告诉他丈夫 可是要想恢复 必须进行手术 可我也没把握 如果你都做不了 仁雅就没人能做了 头疼曾经做过这个手术 叶医生 叶医生 你 你干吗 叶医生 你到底跟秀真说什么呢 你冷静点 秀真从你准势出来之后 就要跟赵真分手 现在人都找不着了 电话也打不通 你这个女人太狠了 挑不秀真跟我离婚 不就是因为逃疼的事吗 好 我要告你 我要去院长那儿告你 去院长那儿是吧 走啊 你怎么办 叶医生 又是这个叶泽 马上通知徐真 我们医院不能再容忍了 必须做出严厉的处方 院长 这不公平 我老婆都要跟我离婚了 有什么不公平呢 是你老婆要求叶医生 对她的病情保密的 你想知道是吧 回去问你老婆去 李院长 就是那个叶子 给我老婆看完命之后 我老婆到现在都找不到 从今天开始 停止叶子的处方权 不许在这病人 问者开放 让他从住院大夫做起 等找到患者秀真再说 当一个医生得不到信任和尊重的时候 那他才是最需要拯救的病 那天哈哈 听到了 зам说的人 是因为我 我不是这样 有没有大夫人 没有大夫人 我都不得了 他就有很大夫人 小婶子 有何事 你不得了 啦 你不得了 他就在你 还好 你不得了 我什么好 你还好 你不得了 你也不得了 大家 我得了 他就有什么 你不得了 你呀 你不得了 争不得了 小珍 小珍 你为什么这么拯握我 你故意拯握我 就是为了证明我爱不爱你 对不对 如果 我告诉你 你为什么这么拯握我 你故意拯握我 我不是一个弯折的女人 你怕吗 你说什么 我是使女 使女 使女 对 永远都生不了孩子的使女 你还怨我吗 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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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